字幕提供 剛剛睡起來了 YES 剛剛睡起來 還蠻亂的 嗨嗨 嗨嗨 尖巴想用眼睫毛燈車 有點爛 無鞍 剛剛也是在打噴嚏 的人 腳彎呢 腳彎呢 蠻雞 粉 在游戏中,剛剛跟大家講我昨天早上快7點才睡覺 12點,然後我一直在想起來嗎? 起來嗎? 起來嗎? 7點?沒有啊,我活動只拼到4點 3點 3點多 然後 然後在幹嘛? 就是在滑手機 在滑手機 然後我其實很想睡覺 然後就 但還是 摸到7點 都摸、吸摸 都摸、吸摸 都摸、吸摸就 7點啦 然後就放下我的手機 終於 終於放下我的手機 然後就睡到11點 吸一點的鬧鐘 吸一點的鬧鐘 然後就在這裡了 就在這裡了 就在這裡了 然後今天還過敏 很癢 鼻子超癢 眼睛也超癢 最近眼睛不知道為什麼很癢 昨天也是我昨天 瘋狂 暴 暴風 柔眼 眼睛要眉了 眼睫毛要眉了 眼睫毛要眉了 超級無力 現在已經很好 剛剛睡醒的時候 我昨天是連出門的時候 眼超癢 眼頭的地方 就是這樣 超級無力癢 去哪裡 這眼轉換容易過敏 就是我 有到了過敏的磁器 不是說 這個禮拜好像蠻冷的 好像蠻冷的 蠻冷的 現在穿短梯在路上走回的 很棒 我媽已經把我的電風扇鎖起來了 我昨天本來想開電風扇 然後發現 欸 反正這次電風扇 不見了 電風扇不見了 欸 帶你去流浪 昨天晚上算蠻熱的吧 昨天房間25度 你在想說不是蠻冷的嗎 25度 昨天晚上其實很冷 又要有 我真的也是 超級大太陽 昨天有到大太陽 昨天有到大太陽 現在是不會有下的 我感覺我在睡覺的過程 聽到雨聲 昨天晚上就開始下雨 對啊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睡醒就晴天了 很棒 希望我出門的時候還是晴天 下午有大遊行 什麼大遊行 我們在下雨 一直在下雨 下雨下 下雨下 開始刮風 開始刮風 撥空 狂風 衣服會幹嘛? 我媽買了除濕機 買了除濕機 所以可能加減 而且我已經不知道上一次在外面晾衣服是什麼時候 我每次都在室內晾 在客廳 午安,好不習慣喔 已經習慣講晚安了 午安 他自己的倒數 我盡量 眼睛有點紅 沒有,已經比昨天好 紅紅的話可能是眼影 蠻雷沒辦法用 對 他會 箱子 停一下 今天要出門 要啊,不然我幹嘛12點起床 我這個人是 不會這麼早起床的 沒事的話 沒事的話我也是不會這麼早起床的 眼睛都要閉上了 這間村長非常 能不安排 整個早上的事物 就不會安排 對我來說 下午前起床都叫早 很早 超級 今天就不夾 今天就不夾 夾 一束一束 用眼睛就好 哈哈 今天要時間,而且因為我昨天在打那個遊戲的活動 因為他是 11點 結束 然後我就想說我也絕對不可能在這個 這個 活動結束前期來打 所以就是 還是睡覺前 把它打完 不完的話 就不會錯過 早上根本沒有那個精力大 休息 好 就能跟到化妝台 然後其實打活動拍 真的 太辛苦了 下集嗎?也不需要玩 也不需要玩 好像 也看不出來 也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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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了 太累了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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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 看不出來 那會有些 很容易 頭髮 看不出來 好像很怪,好像不會聞到 直接,直接戳進去花 通常我會把它拉起來花 通常不會張開,直接張著眼睛 一秒畫好了,好厲害 是眼線膠比,就剛剛那個比較好畫 因為眼線1,就會很難,很難畫 它眼線是真的很好用 很甜蜜,很棒 非常多的這個酷唇 好了 一碗 一碗 好樣 有差 通常要畫多久 通常 你說那種很認真的嗎 很認真的大概40 40分鐘 40分鐘 通常那個在睫毛上面可能會花個20分鐘 其他20分鐘 但是有20分鐘都在睫毛上 就是底妝 修容 腮紅 腮紅 眼影 什麼的 都是大概20分鐘 然後 眼睫毛要認真一點的話就會 很久 超級花時間 然後又要塗那個下睫毛 然後又要燙睫毛 然後有時候弄不好 還要在那邊 夾一束一束這樣 然後就會用超久搞超久 要看運氣 有時候 有時候那個 不怎麼聽話 眼睫毛不怎麼聽話 就要在那個鏡子前 然後很乾 因為眼睛不能眨 所以要 包含 頭髮的話 快的話 一分半 沒有要幹嘛的話 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還久的話 就是一個小時 所以這樣 大概 我平常 預計這個 要完妝 完髮的話 通常是抓兩個小時 因為我會 亂摸 東摸西摸 然後 可能中間還會夾雜 這個 要穿什麼衣服 這樣 這個我決定好了 但是 有時候還是會有這個 猶豫的部分 這樣子 突然又覺得 好像還好 換衣服 開始會 開始要換衣服 這樣 畢竟我今天也是 剛起床的時候 一直在想 今天到底要穿什麼 今天是個什麼天氣 我真的是不知道 好像快一點 可以多睡個小時 對啊 所以有時候 但我其實 就是 與其這個 為了多睡一點 呃 很趕的化妝 我比較想要少睡一點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摸 我真的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 怎麼辦 怎麼辦 來不及 來不及 細根根本明白 對 因為還是要長得好看 重要 這樣子 妝不能隨便 哈哈 哈哈 可以睡12個小時也可以不睡覺 就是 上班的時候 我就會認命 沒有睡滿就算了 沒有睡滿就沒有睡 但是 平常的話就 當然是睡覺重要 上班的時候 就算了吧 也不是每天都要這樣子 確實完全 完全沒有意識到 他快要 上架了 最近不是練習很多嗎 有嗎 基本 具備 這個我們記得 大家看啊 有的 大家可能不是那種 需要打扮的 大家只要 套好 生誕梯這樣 可能女生比較辛苦 女生可能還要化妝 女生沒有在化妝 大家沒有在化妝 不睡覺的技能 對 不睡覺的技能 對 不睡覺的技能 對 也是要刷牙洗臉 刷牙洗臉 刷牙洗臉 那個才幾分鐘的事情 洗臉刷牙 近距離直接選擇口 口罩眼睛 畢竟妝妝是精緻管 他是精緻CAT 我們那時候明明就說他是精緻CAT 花一個小時抓頭髮 但他很有那個 自己的要求 天才 空眼沒有在睡覺 化完 化妝化完就上北 女生很厲害 還可以在通車的時候 化妝 我是沒有辦法 但是 好像很多人會在那個 就是 移動中的時候 化妝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是一個喜歡在家裡化妝的 出門就不想化妝 高鐵隊啊 校上很多兒 你都餓了 我好像很多餓耶 我回家 從找到那個人 在看著 哥哥 你還要看怎麼 早上的捷運後供真的很多人拿著金子 公車感覺超難的耶 捷運可能還好耶 但是上班的時候 那個人潮不是很多嗎 捷運 公車超慢的 在那邊梳瀏海 梳瀏海在哪裡都可以梳啊 梳瀏海不影響什麼 公車骰紗車超特別 對啊很厲害 很像在玩什麼那個重心訓練 核心訓練 器材叫做公車 你核心不夠就去搭公車這樣子 這是一個看自己有沒有辦法 站穩的一個器材 手都不會抖 站穩大街 在公車上存過下來 公車真的是很難 在公車裡 台北公車真的不安耶 是只有台北這樣子嗎 我以為可能就是全台都是這樣子 但是你家背色有得比 会飞起来 好像会飞起来 台南觉得比较缺乏一点 可能他们那个吧 班次比较少 所以不需要这个 开太快 感觉那种台北不是有那种 就可能两三分钟就有一半 有时候会连着来那个同一个公车 然后他们都会比 比谁比较快 好不然有那种刘海 还是就这样 赶下班 真的有 开比较快就可以比较早下班的问题 好 击砂是一样的这样子 到哪的公车都会击砂 所以他们没有那个时间的部分 就是 不能太早到 我 是热了不住 是热了不住 没有标准时 对啊 所以我每次 都不太敢搭公车 他们实在是 看心情几点来 我都是出门的时候 顺便看一下那个公车 如果 刚好大概可以 五分钟内就可以等到的话 我就会 考虑这样子 通常那种进展钟 我们就会直接放弃 对啊 超级 错过了就 可能就 就 得换其他交通方式 也不是说换一台公车 是错过了就要换 其他交通方式 太麻烦了 实在是太麻烦了 等待时间越来越长 好多 方便很多 捷运就是 太方便了 除了有时候 有些地方 离间真的比较远 基本上只要二十分钟以内 都还可以解锁 解运的话 可是要走二十分钟 就真的是 超远 就有点不是很想走 十五分钟是几千 超过二十分钟的地方 超过二十分钟的地方 就不胜到大家 回台北都珍惜街 确实 台北有街 真的很棒 我回宜兰 就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移动的人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移动的人 二十分钟也是轿车 这就是那个 财富 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 还不会骑机车 没有 我没有去考驾照 我这个人没有去考过驾照 谢谢勇哥的告白骑虫 会骑就好 那也要有车 没有车 租车要花钱 哈哈哈 他没有机车 我妈有啊 我妈有机车啊 你说要偷家人的车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也没有什么想确定 是也不用 出门借一下 每次都不小心噴到额头 衬车仔 我是啊 我是衬车仔 哈哈哈 我是衬车仔 而且我妹妹也很 没有很喜欢坐机车 因为要戴安全帽 哈哈哈 很讨厌 很讨厌戴安全帽 不想戴安全帽 所以很少 很少坐机车 很少 坐到机车 哈哈哈 太讨厌 安全帽 真的很少坐到机车 爸爸就毁灭了 对啊 所以真的很少 谢谢 拜拜 拜拜 包括 遊客 第一次 又要睡会 第二次 五 五 三 五 四 三 五 五 六 我很好騎腳踏車 有時候那個人行道都在修路 然後騎馬路 但有時候 有時候就 總不能逆向騎在馬路上吧 有時候就很麻煩 但是很難 很困難 不知道能不能騎人行道 而且他有時候不是會 在人行道上面畫 腳踏車可以騎這裡 阿不是說不能騎人行道 但是他就把那個 腳踏車的那個 東西畫在人行道上面 什麼意思 不能騎騎油 騎油在外面 沒有路在外面 沒有路在外面 每次都很猶豫 就說 是要騎哪裡的 我現在應該要騎在馬路上 馬路 或是他在修路 就是說 那我可以稍微 就是先逆向一下 馬 沒有飯就可以騎 他騎到一半 突然沒有路這樣 他就說 我現在逆向這樣 很奇怪 不要騎 腰撞到人就沒事 慢慢騎 我騎了 我最近騎了一次 那個新的 新的那個 有電動的那個 U-bike 我真的是覺得他 沒有很好騎 那個很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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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騎起來感覺很怪 很奇怪 就你踩 踩兩下他會突然加速 踩兩下會突然加速 然後 他會突然你會有種 他爆衝的感覺 騎一騎他就會爆衝 然後他也不是那種電動腳踏車 是這種可以吹的電動 他是 你踩一踩他會 時不時的突然加速 我想說 呃 我不想加速的時候 他會突然加速 就會很可怕 就是 你只是想慢慢騎 但是他會突然這樣 嗯嗯 然後想說 什麼意思 這個腳踏車是什麼意思 他不是你可以 可能你不踩他 就不會有那個加速 但你不踩這台腳踏車 就不會動 那你踩了 你本來只是想要慢慢的前進 但你踩個兩下 他就會突然有一個這樣 往前的這個 很奇怪真的很奇怪 呵 所以這個東西在人行道 真的是超難騎的 因為你只是 可能只是想要維持平衡的 這樣踩個一下 然後這樣慢慢的過去 但是他會突然加速這樣 然後就會 在想說 我會不會撞到 撞到人 只有那個就是 一連串的那個 要騎 要一直踩的地方的話 就蠻好的 但是那種 不用一直踩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很困擾 他真的很困擾 太早騎了都不知道有什麼 我也只有騎過一次 因為我真的覺得不太需要 但只是因為那個時候 要借U-bike的時候 只剩下那個 有電動的 那個 其實他的要碼就是壞掉 要碼就是沒有 這樣要碼就是他說 他暫停服務這樣子 所以就只好騎了 只好騎了 其實他還會強勢煞車 沒有 那個電動也剩一台 就是他整個 整個那個 停車的地方 只有一台可以借 只有那一台這樣 這是很怪不一定是壞 但很麻煩 你還要去確認他 到底是不是 真假的壞掉 還要去那邊轉來轉去 就算了吧 沒有那個時間 沒有那個時間 在那邊轉 轉那個 轉那個坐墊 壞了就翻坐墊 對啊我基本上就是 相信他是壞的 每次他說暫停服務 你就會轉反 暫停服務是壞掉的意思嗎 我一想說他就只是暫停服務而已 因為我那時候他借的時候 就看到就是遠方大概有三台都是 反過來的 然後剩一台正常的跟電動的這樣 然後就去借了那個 那個正常的 結果他說他暫停這樣 所以我就只好去借那個2點 你不能騎就讓他不能騎 因為有時候也在想說 那個坐墊反過來也是可以騎 就只是不能坐坐墊而已 那腳踏車應該是沒有壞掉 可能坐墊壞掉 或是煞車壞掉 他之後也要騎 他之後也要騎 謝謝小儀的搓搓你 很快還是我感覺更痛 壞掉的也沒有人鑽 對啊 我也有租過壞掉啦 這可能 煞車有跟沒有一樣 這樣會騎多遠 通常沒有騎多遠 其實好像通常都是那種 10分鐘這種 會騎到那種很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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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騎到那種 有那個奇怪的 生鏽聲這樣子 什麼時候會決定要騎戰車 嗯 借時的反狼吐爆爆 通常都是 很遠的時候 騎過到一般鏈條掉下來 所以鳥知道現在不是掛回去就好了 只是會很髒 謝謝佳宏的帶你去流浪 好 連接觸斷流 點掛鏈條的技能 我其實還是 有蠻多技能的 不是啊 就是 宜蘭基本上小朋友都是騎腳踏車 畢竟也只有腳踏車可以騎 哈哈哈哈 的時候 人生總是會經歷過這個 繞鏈的這個 時候 就比如說上學騎到一般就繞鏈這樣子 那你就只能 就可能第一次不會 但你看其他人怎麼修的話 你就知道你就只是把鏈子掛回去就可以騎 只是手會很髒 這樣子把它這樣 這樣子換回去 就會很髒 不會有繞鏈 就是很少騎 沒有在騎腳踏車的人絕對是不會 羞那個繞鏈 畢竟他們可能沒有遇過這樣子 沒有沒有遇過這個 繞鏈要怎麼辦 那因為在 就是以前小時候的時候 就很長 就可能上學或下學 下課 然後要回家 反正就是騎到禮拜課 然後就突然 繞鏈這樣子 你就要在路上開始 這樣子修那個鏈子 然後就沒有衛生紙的話 真的是不知道手要擦哪 那有些特別難修 然後 座後座被繳過嗎 沒有耶 那怎麼被繳過 我把腳伸進去 厲害了 不然就是在路上看可不可以拿到樹枝 樹枝 有沒有那種比較硬的樹枝 那就可以不用手了 就是這樣 笑 然後 笑 笑 笑 把腳伸進後人 為什麼 卡進 一會傘嗎 好像有耶 就掛在腳踏車 腳踏車 然後就掛在這裡 那騎一騎可能會勾到 小浪狂 但其實在宜蘭 玩過很多那種 就是危險 危險動作 小朋友 小朋友很會發明一些 危險的方式 放鎖站立 活動前騎車夾到衣服 我知道 謝謝 坐在後面騎是不是 也有 坐在後面騎也有做過 就騎一騎 把腳盤在座墊上 翹喔 我不會 我不會 太難了 坐後面怎麼騎 就是遠了點 還是可以騎啊 只是很醜耶 請坐小眼後 我這次 這次是怎麼 這次 給人家怎麼打來的 嚇死了 哈哈 好久沒有聽到有特效的禮物 耳朵沒了 他耳朵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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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滑出去 嚇到滑出去 嚇到滑出去是蠻誇張的 他都開到最大聲 但有時候他又不會說這個禮物 有 聲音 現在醒了 被吵醒 直接一個被吵醒 讓主播可以設定 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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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聲 禮物 現在中和喵喵的雲遊世界 對 鼻子好癢 有人說我們就是要有聲 對 可能就是想要那個有聲的 特效 今天又開始 鼻子癢 吃點東西看會不會好一點 吃點東西 我只知道要吃什麼 我不吃飯了 但是我 晚上要吃飯 晚上吃飯是晚上吃的 嗯 晚上吃飯 所以 好像可以不用吃 正常 味道老 我去哪身 還好我沒有把單單留到現在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外帶 我有吃完 一天一餐 就是 就是現在有種 就是說 就是說 吃太多的話 感覺 感覺會 沒有那麼瘦 沒有那麼瘦這樣 吃到漢堡不是只有薯條 對啊 吃到漢堡 跟那個雞塊 跟 湯 很瘦 再重一點也不會有問題 就是這是一個 感覺上的 就是那個微小的差異 那個不是體重 說增加三公斤就會增加三公斤 就是它沒有增加 但它看起來外型是有差的 這樣 那麼多人點烤醬七寶 那你 主要是因為它有套餐 它有 它有附炸雞塊 它如果是炸雞寶的話 它附的就不是雞塊 這樣子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選了那個東西 很多人選了那個東西 我真的有吃到薯條 有吃到豆乳飯 沒有吃到薯條 炸雞很好吃 炸雞蠻好吃的 我覺得玉米濃湯也蠻好的 雖然 它說很甜 它好像還好 對我來說喝起來就很像 洋蔥 那個甜 麵鮮羹應該只有我幾回 麵鮮羹我吃了一口其他人的 我好像還好 麵鮮羹的 就不會想要買來吃 但玉米濃湯的話我會喝 如果是 大家說這個甜不甜的部分 我是不排斥食物甜啦 只是口味的部分 麵鮮羹有一個很神奇的味道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 不是因為很甜 就是因為它 有一個很神奇的味道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麵鮮羹 但是玉米濃湯就是 玉米濃湯甜甜的 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我很喜歡那個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很好 對我來說 我的口味 玉米濃湯 我也不覺得甜啊 就很香 就是洋蔥湯的那種感覺 洋蔥玉米 然後又馬鈴薯這樣 很香的湯這樣 漢堡給幾分 漢堡喔 漢堡 7分 哈哈 沒有很喜歡那個漢堡的 漢堡 那個麵包 沒有很喜歡那個麵包 比較意外 我能接受那個醬 其實也不是不接受那個醬 就是 就只是 不習慣而已 我不習慣吃 那種 甜的 好像有裹一層醬的那種 漢堡 甜辣醬 就是不習慣那種醬 我習慣那種烤肉醬 我就可以 我就比較習慣 但是我沒有辦法 很不習慣那種雞的 雞的話我很不習慣 醬 我會習慣它是炸的 所以就會覺得 哪裡怪怪的 牛的話有醬我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因為是雞所以會覺得有點 就那種 比如說糖醋 雞這種 我就會很不習慣 就是我很不習慣這個 雞上面有醬 我習慣它是炸的 對雞肉 要嘛它就是燙的 要嘛就用煎 要嘛就用炸 沒有看過 沒有什麼 吃那種 很多醬在上面的雞 那種勾芡 那種勾芡的雞 就是有被勾芡過的那種醬 沒有很習慣 習慣 為什麼沒有很喜歡那種 微濃稠稠的醬 稠稠的醬 就是像那種雞 雞肉飯都是零醬汁的話 就還行 有時候 有時候是高的時候就不是很喜歡 我都是陪人家吃起家雞的 起家雞的話 能吃的話我肯定是吃原味啊 但是因為大家可能都會點那種 什麼洋釀什麼的 我還是會吃啊 這只是說我 不習慣 我很不習慣那個吃炸雞 會吃到醬 但我可以吃 我完全可以吃 你叫我選的話我肯定是選原味 就很不喜歡吃那種 炸雞還要 吃到那個醬 就是 而且也比較 比較不方便使用 對我來說就是因為 醬會容易 沾到什麼的 會黏黏會黏熟 我就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還是喜歡普通的炸雞 有一部分 到底是因為這個 懶的部分還是怎麼樣 我自己我也搞不懂 謝三明的櫻花花束 根本要淺一點 你都加胡椒鹽 胡椒鹽真的好吃 胡椒鹽加什麼都好吃 謝三明的海底餐廳 海底餐廳 最炸的雞 吃了髒年又髒爽 有一部分就是 對 因為它吃起來很麻煩 然後又 麻煩可能也佔了很多 我不吃醬的有一部分 可能真的是麻煩 大概有八醇 可能是麻煩的部分 不是不吃就是麻煩 有醬的東西 對我來說 就是水餃要沾醬油膏 就很麻煩 要倒醬油出來就很麻煩 所有東西 那個要有醬料的部分 就很麻煩 那個完全可以省掉 對我來說 火鍋什麼的要去拿醬料 我就可以直接省略 省略掉 就是 不影響我吃這個食物 只要是蘭奶也太主要 醬汁 對我唯一沾醬的 就只有醬汁 嗯 好像唯一有沾醬的東西 就只有醬汁 大家要看呢 如果是那種高級醬汁 它不都幫你弄好嗎 那個就可以直接吃 但是回轉醬汁的話 我絕對會沾醬油 因為回轉醬汁 不沾醬油就會有種 那種味道啊 就會有那種魚的味道 所以 就不是很喜歡的話 我就會 有那個芥末跟醬汁 乾乾 對會乾乾的 高級醬汁 對所以那種 壽司的話就沒有問題 芥末是攪進去醬油裡面的嗎 我試了 因為很麻煩 我試啊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也是會這樣一坨這樣 這樣一點 然後 把它弄在 肉 那個 生魚片上 然後吃 也是可以啊 就是 比較麻煩 的話 就會 攪在一起 然後直接 轉就可以直接吃 然後那個 池出現率好高 就是 我就很怕麻煩 吃飯 可能是因為我這個人 吃飯沒有任何的儀式感 我對吃東西太沒有要求 太 太 太隨便了 真的是很隨便 我們那時候 那是幹嘛 我們去吃烏灑 跟靈雲跟 劉小琴還有菜 我們就吃了烏灑 就是有那個免費的 抽到免費的 鬆餅 反正我就切了 我們有兩個 換了兩個 然後 一個 然後一半 那個三口 我就把那個 那個 二分之一吃完 然後他們 他們還沒有動 他們還沒有開始動 那個 鬆餅的時候 我已經吃完 就整個盤子就是吃完了 這樣 然後放在那裡 然後他們就說 不可能 不可能吃完 不可能吃完 然後劉小琴說 你幹嘛吃這麼快 我就說 很快嗎 我 沒有很快 就是我 他說你要享受這個鬆餅 我說我要享受啊 我只是 對我來說 就是馬上吃完 是一個享受 享受 慢慢吃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享受 所以我吃東西很快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我覺得好吃的話 我就會吃很快 他就是這樣子三口 吃完就沒啦 所以我就說 可是他 就這個東西吃很快 他們 然後那個 蔡亞人就開始這樣 然後 你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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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 你就慢慢吃 我說不用管我 你們就慢慢吃 呵呵呵 可是他們的一口可能就是 一 這樣子 慢慢吃 我的一口就是這樣 這樣子 呵呵呵 呵呵呵 所以三口啊 他不是這樣子嗎 這樣一口 兩口 這樣 三口 四口 這樣 我吃完瞬間已經造成 因為我吃完放下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臉 一臉怎麼會吃完了這樣 因為 離上來真的是 沒多久這樣 他上來 然後我切 我分完 我就直接吃 我就開始吃 然後我吃完之後 就沒了嘛 但是他們可能 分完 還會先放著 放著一陣子 然後聊個天 然後這樣慢慢吃這樣 就是他來 我切完 分完 然後 那這一盤不就是我的嗎 我就會直接把這一盤 直接吃完 因為就是 放在我的碗裡面 我就會把它很快吃完 但如果是這樣 大概一人一口一口一口 就會很慢 所以我就是 我很習慣這樣子 然後 我們後來在公司幫 凌云慶生的時候 他不是有那個巧克力蛋糕嗎 然後 他們就說要怎麼分 我就說 然後他們就說直接擦 直接擦這樣 直接吃這樣 然後就是可能有幾個叉子這樣 然後他們可能這樣 挖一口 然後吃完 然後那個蛋糕就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我就也是挖了一口吃嘛 但看起來他們沒有要 動那個蛋糕 然後我就拿起了那個叉子這樣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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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的一口都很大口 就是我很想要 把它 趕快 吃完 就是我就覺得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吃 一下 然後就放在那邊 這樣子 然後就放在那邊 然後看起來 一直不會吃 一直不會有那個吃完的 感覺 就是 感覺沒有人要動 那個蛋糕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把它塞到他們嘴巴的話 這個蛋糕永遠不會吃完 這樣子 說你可不可以吃快一點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擦 這樣子 我看 看到你嘴沒了 我就會這樣子 哈哈哈哈 他們都在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 會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吃飯 我就是吃飯 所以 所以我吃飯很快 因為我吃飯就 沒什麼在 花索子 我不 我們不能接受我吃 到一半 要停下來 很不習慣耶 吃到一半要停下來 我已經習慣就是我 嘴巴沒了 我就會吃下一口 嘴巴沒了 我就會吃下一口 所以 除非這個東西要吃很久 我才會有這個中間的時間 去花手機 不然的話 一口就很快 它沒了 我就會 吃下一口 所以就 沒有那個時間去 碰手機 這樣 對啊 為什麼要打歌練活動呢 會 我吃飯的時候 不太會打遊戲 通常就是 可能等上菜的時候 玩 或是 或是就吃完的時候 或是就忘記要玩 哈哈哈哈 吃飯比較重要 除非是那種 比如說吃 壽司這種 回饋壽司 反正你 它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那一塊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 就很 很好花手機 吃壽司是一個很好滑手機的 東西 其他的話 好像都 不太會 不太會滑到 吃就對了 對 你是拿完一次吃嗎 會耶 偷看 誰好想的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是能走在前面的 我不知道 哼 不太聊天 就說我在吃飯 我沒有那個 空閒 聊天啊 呵呵呵 我就是聽 然後我吃這樣子 謝謝David K的 帶你去流浪 我吃完是會聊天的嗎 就是 我是一個很專心吃飯的 本身就不是一個 很愛聊天的人 所以聊天跟吃飯我當然是選吃飯 應該吃三張可以錄影 畢竟就是一直吃到晚 確實 你就會發現我吃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什麼事情都沒在做 就是一味的在吃東西 哈哈 不錄的話通常都只是覺得說 這個 會錄太長就不錄了 哈哈 就是比幾個小時 對 我吃東西速度真的很快 就不是這種 然後就放就是這種 它沒有那個休息的時間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一直挖進去就對了 就是沒有這種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泡風式 除了它很燙以外 我真的是很想要一直這樣把它 放進去 這個 我有咀嚼嗎 有啊 湯不需要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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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想拍那個 我之前有在TikTok上面看到 就是 有那種 情侶嗎 還是夫妻 就是 反正他們就是說 可能有一邊是吃很快 然後一邊是吃很慢 但是他今天是說 他要以這個 旁邊他吃很快的這個速度 就是我平常吃很慢 但是我要跟著他這個吃飯的速度 他吃一口他就要吃一口這樣子 然後 因為這樣 然後那個可能很大口這樣子 然後 然後想說怎麼這麼快 然後就在想說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會有跟不上的問題 就是 我的話如果我跟著他們吃飯的話 我覺得會受不了 我覺得會受不了 我覺得會這樣 是要吃了嗎 你要吃了嗎 只吃這一點點嗎 這樣子 我覺得會 我的那個心情絕對是說 只吃一小口嗎 就是 就這樣子而已嗎 就是我好想要 這樣子挖起來 吃 但是因為 我發現他們吃東西可能真的是 很慢 真的很慢 就是這樣 再吃一口 然後我那個中間就是會這樣 什麼時候可以動 就是很想要 很想要 我覺得我一定會說不了 我覺得我一定會說不了 但我不知道誰特別慢欸 我只知道Mina好像說她吃飯真的吃很久 然後 反正我是沒有看過什麼 畢竟 會跟我去吃飯的人 那些人都吃得比我慢 所以我沒有看過那種 真的是很快 的人 吃著吃著開始玩遊戲或滑IG 對 他們也是這樣子 就是會分心 吃飯會分心 所以 他們會 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 飯是這個額外的 但對我來說 吃飯的時候 飯就是 最主要的 所以我不吃我就不知道我要 要幹嘛 就是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就會 就會不知道我自己要幹嘛 這樣子 他應該已經吃完了 那完全 完全 完全就是他們的心情 就是我 吃完 現在就是那個比例是 我是吃快的人 然後那三個都是很慢的人 也沒有很慢 劉小晴算是 跟我比較 算近的人 但有時候 他可能也會聊天 但主要是他吃飯的速度不會到慢 就是正常的速度 但是林奕雲跟蔡雅好像 都偏 慢 都偏慢 就可能劉小晴 會聊天歸聊天 但他的一口還是算 有在吃飯 但我覺得 那個蔡雅恩跟 林奕雲比較 就是 可能 但我有發現其實蔡雅恩是 會大口吃的人 那好像也 不知道為什麼很慢 哈哈哈哈 因為我之前看他 我們去吃拉麵 我們去吃拉麵 然後 他是那種拉麵會夾很大坨 然後這樣吃 然後 因為很大坨 所以他不可能 那一口 坨一口吃完 好 一大坨這樣 吃 但是他吃不完那一口 哈哈哈哈 他會咬斷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他吃那個拉麵 我說 你吃麵很特別 哈哈哈哈 就是你為什麼要吃這麼大口 然後 然後 得咬斷這樣 他是咬斷派的啊 因為我不是咬斷派的 所以 我會覺得這樣吃起來感覺很不好吃 因為吃到後面絕對會有 那種 一截一截的麵 哈哈哈哈 還要撈那個一截一截 我就是那個 會抓那個 可以一口吃完的那個大口的量 哈哈哈哈 會有那種 就是你知道這樣子 這樣子 只有一點點 那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也許這樣子是可以一口吃完的 那不會到這樣夾這樣 一大坨這樣 然後只能吃這樣一截 然後只能吃這樣一截 謝謝小微 愛的熊抱 我是會有一個 適當的 可以 一口進去的 量 哈哈哈哈 不超過五根麵 五根很少耶 五根超級少耶 五根只有前面夾到麵而已 那麵就 抓不準了 沒有他想要那個 很大口塞的那個 感覺吧 他覺得那麵要完整 麵要完整 但我也沒有到小口 你要說那個算小口 我不能跟你說那個叫做小口 我真的有看過那種麵子夾那種 三條這種 很少的 我在想說這個麵要吃到什麼時候 就是 他的一口就是只有 幾條麵 然後那幾條麵還可以咬斷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 就是說 怎麼 會那幾條麵還可以有辦法 不吃完那一條麵 就是 這樣 就三條這樣拿起來 然後這樣 然後咬斷 然後不吃完 然後我就會想說 他說夾這麼少了 怎麼會有辦法 不把那條麵吃掉 因為我可以理解那種 湯麵的話 就那種什麼 餛飩麵那種 陽春麵 就很燙 就沒有辦法 吃完整條的話 我可以理解 但我也不會夾一大坨 然後全部都咬斷 酸辣粉也會堅持 堅持 我會堅持 我全部都堅持 烏龍麵也是堅持 就是一條一條 然後很快 反正就是 那一條絕對要完整的進去 烏龍麵只能一條一條 我很堅持 我很堅持 而且但是酸辣粉不長啊 老實說烏龍麵還是比較難 酸辣粉反而可以三條 三條兩條三條這樣子 很燙的麵嗎 很燙的麵嗎 就是用湯匙 這樣夾起來 然後放到湯匙上面 然後直接一口進去 就不會有這個斷掉的問題 冬粉了 冬粉也很 冬粉喔 冬粉我就不太管 因為冬粉其實 全部撈到碗裡的話 你咬斷也是那樣子 拉一根 不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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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你加多一點 它就會全部 這樣一坨的上來 所以就只能這樣 小條少一雙 這樣子加起來 你要說我有沒有咬斷的話 可能 可能也是沒有那麼的咬斷 可能跟那種 一大口咬斷的人 還是有差 其實沒有什麼印象 冬粉 好像你反正也是吃掉 就是了 怎麼吃草米粉 也是這樣子 順過再吃啊 我沒有辦法接受它 全部這樣一坨 然後這樣夾起來 然後咬 然後散 放下它 好像不太會 我都全部都會順過 就是這樣 先夾起來這樣 散 鬆散 這樣 先夾起來這樣 然後這樣子 想辦法讓它 不要一整坨的這樣上來 一大一妹是捲著吃派 拿一個湯匙 跟一個叉子這樣 先插起來這樣 先確定那個量這樣 插起來 稍微 也是讓它下面不要一坨的起來 稍微順一下這樣 然後放到那個湯匙上面 這樣轉 然後湯匙 然後湯匙 啊 叉子 拿掉 然後它就會 有一個很漂亮的在這個 湯匙上面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吃 還要計算過 我每次都要計算過 它會剛好有辦法承受在這個湯匙上面的量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這個叉子 如果這樣上來的量太大 你在這個湯匙上捲捲捲的話 它會掉出來 它沒有辦法好好的在這個湯匙上面 所以這是一個我吃飯的娛樂 這是我吃飯的娛樂啊 就是說 這樣子剛剛好的這樣子 完美的放在這個湯匙上面的話 我會很快 我會很快樂 就是很快 這個吃飯的過程會很快樂 跳出來很糟 但還好 還好 不太會 因為 多少都抓得到那個量 所以不太會 還會噴到身上 不會噴到身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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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 你前面這樣子 插上來的時候 因為 它不是會 全部攪在一起這樣 拿起來可能就會這樣 呵 真的嗎 它就可能會噴到 那不會 因為 這樣子 腳 一兩一面 不太會噴到 反而是這樣插上來 吃 反而會噴到 因為它面會在下面這樣子 黃啊 呵呵 既能吃快又能慢慢做 因為我在吃的時候 我會做這個事情 呵呵 我不會有那個停下來的時候 就這樣 捲完 然後吃 就已經在捲下一顆 所以 所以它是這樣連續性的啊 它沒有那個 空了我還在這邊捲 這個 義大利麵的時候 通常我咬完的時候 我就捲好了 我就可以吃下一顆 所以 這是很快 唯一就是吃寬麵的時候 沒有辦法捲 義大利麵 這樣捲還是吃得比另外三塊 對 因為義大利麵 可能大多數的人還是會咬斷 吧 而且義大利麵又用叉子 的話 其實 好像很多人 不太會用叉子吃 吃麵 這叉子 我確實也覺得叉子 很難吃麵 就是很難 就沒有湯匙 我不會 不太會吃義大利麵 就很困難 也是可以擦在那個 盤子上 捲來吃啊 但就是會 沒有這麼方便 沒有這麼好 成功 就是可能捲一捲那個麵 會一直 沒有捲在這個 這個叉子的上面 就是它會一直在這個下面 它會一直沒有捲在一個很漂亮的 的話 就要一直重捲 我會 我會一直重捲 如果它一直沒有 是一個好的狀態 我會一直重捲 我不會 我不會放棄它 我不會放棄它直接這樣子拿起來吃 能有叉子跟湯匙 我就會用這樣子捲 除非我沒有湯匙 我可能就會 在旁邊捲 你會用叉子捲 你不會用湯匙 那就是在那個啊 在盤子上面 捲對吧 要有一個那個空位 要先移開 不然它會捲到其他旁邊 你沒有要的那個量 我好堅持 意外的很堅持 但我不勉強 其他人 我不勉強其他人 一定要這樣子吃 這個東西 我就只是自己有這個 自己吃 這個麵的要求 對食物的口味 不堅持 對進食方式倒是很堅持 其他人會在意什麼 其他人好像不太在意 怎麼吃啊 我也沒有在意過其他人 怎麼吃 因為通常 吃飯的時候 我就是專注 在自己吃飯 這樣子 除非我吃完了 我很無聊喔 我看著他們吃飯 才會發現一些 懂 新 就是新視野 就是 我要吃完我才有辦法去 關 關 關心其他人到底在幹嘛 關心其他人 我那時候就 就那樣吃啊 千層麵 我不吃千層麵 我對千層麵沒有興趣 沒有任何的興趣 我不懂千層麵的發明 就是 的客群 我不知道千層麵的客群 哈哈哈哈 我會變人類觀察學家 我會觀察大家 吃飯的時候 能多分心 因為博士都 都有看過那種 就是那種家長啊 就是他們都會有什麼 小孩不專心吃飯 吃飯會分心的那種煩惱 這樣子 確實 好像大多數的人 吃 吃飯都會 分心 就是專 會 沒有再吃飯 呵呵 確實好像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要好吃嗎 好吃啊 就是會 或是吃到一半他就膩了 他就不 他就不想吃了 他就不想吃了 就吃一吃這樣 然後就不想吃了 哈哈 這個靈語 靈語完全就是這樣 吃一吃這樣 然後就 就會放在那邊 然後放一陣子 然後就不吃這樣 然後過一陣子 然後他再回去吃 哈哈 哈哈 要從小培養 吃吃一點點 然後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等到回來的時候 他可能麵他就糊掉了這樣 就吃很慢 對就吃很慢 嗯 你看到吃了就趕緊吃吃飽 再花手指 你剛剛可以吃兩個小時的內心 對 如果是能放的東西的話 我就可以 理解 就放著 沒關係 但 那種 湯麵就是他冷掉就不好吃了 然後麵也會糊掉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接受他這樣一直放 但像比如說那種 可能滷味這種 鹹水肌這種 好像放著也沒差的話 我就 我就不會覺得說 喔他 放很久吃完這樣子 但是那種 怎麼看都是熱的吃 比較好吃 放冷了會很 很怪的那種食物 鹹水肌不能放 鹹水肌我們都會放 鹹水肌我們都會放 放著 現在水土你的告白氣球 謝謝 謝謝 每次吃鹹水肌放一下都覺得醜 還是我這個 我真的對食物的那個氣味沒有任何的概念 鹹水肌不就是那個味道 現在一般咬得很累就放著 對啊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很很 很少會有那種咬到很累的心情 通常就是可能吃 吃到飽這種 才會有這個咬到很累的問題 肉這樣子 只有肉會有咬到累的問題 其他好像不太會 吃一吃會睡著的人很可愛 吃一吃會睡著的人 我應該會 真的是會覺得 怎麼可能會吃一吃睡著 都會累就放著 就是 就是淋雨的 他常常說他吃到一半 嘴巴很酸 我會打下去 反正是我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 就是菜啊 會邊睡邊吃啊 我一直說 多累這樣子 還是這樣 我一直想說 多累這樣子 直接睡沒吃嗎 那是不是受死他直接睡 他沒有吃 但其他都是那種 可能到晚餐的時候 大家在吃飯呢 他會一個人在旁邊這樣 然後我們 我們就會說菜很快不行 菜很快不行 而且他是一個吃飯 吃完飯也會想睡覺 吃的當下也會想睡覺 他只要吃飯他就會想睡覺 讓他坐下了 他就會覺得 休息這樣 然後他就會 進入那個 進入那個 很想要睡覺的這個 靈魂 他就會進入那個 空間這樣子 這樣子 因為我們可能其實其他時間 沒有在吃飯的其他時間 我們就是一直這樣 走走 逛逛走走 逛逛逛 逛逛走走這樣 然後坐下來吃飯 就是吃飯 這樣子 他可能在這個 逛逛走走的時候 他已經 他已經 消化了很多 然後他只要一坐下 他就會開始 就是進入 他就會開始離線 他就會突然離線 你知道嗎 他就是只要 食物在這裡 他只要坐在餐廳 食物來了 他就這樣吃一口 然後就會 開始 然後 然後吃一口 然後就這樣 我們都會 晚上的話就可以理解 就晚上一整天了 最後了 那個 累可以理解 但午餐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 有種這種 我就想說 不可能 下午 下午的時候 也會想睡覺 因為前一天沒睡 我們都有睡啊 只是 少少 睡少少 暈嘆睡 我覺得他是那種 吃 會飽困的人 然後舒服 因為餐廳就 坐下來舒服 這樣 然後又 又沒有很 很冷 這樣子 就是 溫溫的這樣 然後就可能就會 有那種 這什麼 開始迷茫 開始迷茫 開始迷茫這樣 開始盲掉這樣 但他一坐下就想睡 應該不是飽 那種 他不能坐下 他不能坐下 我們每次吃飯都很怕他吃一吃睡著 他那幾天應該睡得比我多吧 他應該是我們四個裡面睡最多的人吧 我是這麼覺得 反正我跟凌云睡同一天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就是很晚睡 但是我不知道 他跟凌云睡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很晚睡 他坐下看起來很想睡 適合站著吃 適合站著吃 可能是我們不需要睡眠 我們需要睡眠啊 只是 出去玩的時候 睡眠是可以被犧牲的 嗯 我覺得這個 想睡覺通常只有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這樣子 好想 好想在睡 但通常你化完妝出門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這個 好想睡覺的這個心情 但平常的話在家我肯定是 就是沒有辦法 我出門可能還 真的還是會這樣子 但是因為是出去玩 所以我出門了 就會這樣 新的地方 就是會有很多這個 讓我有精神的部分 就不會有這種 好無聊啊 好想睡覺的這個 過程 除非可能等其他人逛街的話 可能會有這種 有點 無聊 想睡覺這樣 編排七點 對 對 通常自己出去玩的時候 都 不太會 就出去的就是 會去逛逛 想逛的東西 對 等其他人拍reels 的話 確實就是 自己沒有在做事情的話 就會想睡覺 對 想出國了 有 有 哈囉 哈囉 有...試過電車上睡覺嗎? 我不太在電車上睡覺 因為基本上大家都在睡覺 總是要有一個人醒著 出去玩要漂亮 嗯 就喝魔爪就醒了 我喝魔爪沒有任何... 我喝那種東西沒有任何的功效 對...要出門 睡著直接睡到終點這樣 對喔 因為我會堅持不閉上眼睛 因為我閉上眼睛可能就會有這個... 睡著的風險 所以我就是... 反正就找其他事情做 比如說滑個鎖機 追星順便去玩 確實 我真的也是這樣子 我也是這樣子 沒有追星的旅遊 會有種... 少了什麼的感覺 我的行程會突然少了一大塊 沒有這個追星的行程 會少了一大塊 我會很難安排這個行程 就是要先有這個追星的行程 才可以在這個... 這個當中找到一個時間 去安排其他的行程 但是沒有這個追星的行程 我就沒有辦法決定說 我要什麼時候出去玩 哈哈哈哈 我沒有辦法決定 這個... 還是我什麼時候去 但是因為... 不知道這個時候會不會有什麼活動的時候 我就不敢... 下定決心要這個時期去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都去了 然後沒有... 沒有... 跌到那些活動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很虧 就會有一種... 好虧 我來了 但是... 沒有什麼活動可以參加 所以我就會覺得好虧 所以就會看那種... 比如說... 就可能看歌店啊 看... 聲優啊 看... AKB啊 什麼的 就是那種... 有關注的東西 隨便誰都可以 但就是... 希望有個... 那種活動 就是那種期間線 就是幾號到幾號 那種... 有疊... 重疊到的那個時期 我會很想要在那個時期 剛好在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這段時期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放假 但是... 那段時期我關注的這個... 日本的這些動態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去 因為就是... 這個時期完全... 什麼都沒有 的話我去了 我好像也... 會... 沒有事情做 這樣子 所以... 通常都會先... 比如說先關注嘛 比如說可能... 啊... 2月有什麼活動 有什麼演唱會 1月有什麼活動 有什麼演唱會 然後什麼什麼 就可能稍微記得 這樣子 然後如果剛好 可能有... 放假或是... 怎麼樣的話 可能我會... 我會回去找 所以我... 記得好像... 有什麼活動 這樣子 但就是說那種時候 如果有... 那種抽完票 那種... 沒辦法的話 也是有... 哼... 或者很少畫一點 追星... 要化妝耶 真的... 所以八號劇場 從剛才不知道會不會準時 對啊 不知道會不會準時 不知道會不會準時 像你沒有跨年 也不會想去金門 哈哈哈哈 其實要吃 行程都是順便 對 可以順便來 不可能為了櫻花絮 我這幾次... 基本上我... 每次都... 通常都有... 一個... 通常都有一個... 目標 就我旅遊都會有一個目標 因為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出國 就是... 通常都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我不會有那種說 好不聊喔 還是... 出國玩這樣子 就不會有這種 通常都會說 有這個東西 那要出國這樣 才會有這種 不然的話我都是說說而已 好想出國喔 但是不會出國 就是因為我沒有一個... 目標 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目標 所以我... 就是講講耶 就是好想出國 但沒有想參加的東西 所以... 我都是說說 好想要去日本喔 這樣子 但是... 不知道去要幹嘛 所以就是講講耶 所以... 不是說... 不是說你們叫我去啊 就是我... 我想去是想去 但就是... 沒有到一定要現在去 所以我真的想去的時候 我... 我真的還是會去 所以... 也... 也不用... 說... 說我是... 不去這樣子 參加分... 和你自己飛去 說我生日回 我沒有去過韓國 你們想出國全都是來參加TP活動 我需要有一個理由 讓我... 那.. ひ呢三... 畢業... 是理拜六嗎? 卡... 卡嗎? 竟然來都只去韓國 卡了 卡了嗎? 突然嗎? 沒卡 剛剛只進那裡嗎? 我說那個伊之利納桑畢業是30號 對吧?好像是 因為剛剛有人說要去泰國 應該是去看演唱 真的想去下一場香港 票錢好賣 我好像沒有那種 就喜歡一個偶像 然後他去其他國家 然後因為真的很想看 所以去其他國家 好像沒有 通常就是日本的偶像 然後在日本 好像沒有那種 日本的偶像去了韓國 然後我去韓國看的這個動力 我好像沒有這個行動力 好像沒有這個行動力 就是單純只是 語言不同 語言不通就沒有那個行動力 但是如果他在日本的其他地區的話 我可能會為了這個 去其他縣 因為 因為我真的 到現在我就真的 基本上只去過東京 大阪也是 就真的是 因為看演唱會 我才去了那個 神戶這樣子 不然的話我真的 完全不會想去 其他縣 就那種什麼 星系 什麼 福岡啊 明古屋 這種 仙台 就好像不太 真的不會去 但是因為有時候那些演唱會 都會辦在那種 其他地方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還是就下次就應該要 他們不在東京的時候 然後去 去一次 然後我就可以順便去 觀光那個附近的東西 因為我如果沒有這個行程的話 我不會想去其他地方 呵呵 我真的不會想去 那個地方 然後探索這個 那個部分 的東西 也不是那種 專業旅遊 就是真的是 順便 所以比較熟東京 就是因為那些活動都在東京 所以我就是 每次去東京 每次都會在東京 周遭這樣子 晃晃 所以 比較熟 所以說其他的地方 我完全沒有任何概念 呵呵 除了他日本場的票 還是會覺得 但我真的覺得日本 日本 國內的那種會員 就真的很 很麻煩 超麻煩 還要寄那種 會員禮 還要有地址 還要有什麼 然後電話 就很麻煩 所以 沒有參加過其他 演唱會 大多數都是票太麻煩 所以就沒有 沒有什麼機會 參加到日本的演唱會 主要是因為我去看 AKB的 不需要 那些資料 所以就 滿好的 但我記得我上次去公演 爭手 沒有抽 沒有抽 應該不是抽票 應該是直接用買的 但前提是因為那個時候好像疫情 所以 不難 不難 不難買 票不難買 不然的話那種很有人氣的 都要有那個啊 抽票制 抽位子 要先填資料 然後抽 然後實名制 然後進去 那種就真的好麻煩 那種真的好麻煩 那種真的好麻煩 我就會 卻步 就會放棄了這樣 我就會放棄了 就覺得好 好難喔好麻煩 很懶得做那個功課 就會很想要那種直接買票 然後拿紙本 然後直接進去的那種 因為現在很多那種電子票券 就是 你一定要有APP 就要有會員 然後你要有會員才可以申請 才可以買票 然後買票 你要用手機 才可以這樣掃 才可以進去 然後那個賬號很難搞這樣子 所以我很喜歡紙本的票 因為反正你就這張票拿著 你就可以進去了 但因為超多就是那種 可能就是預防 黃牛這種 都會有實名制的話 就會對這個海外很不友善 海外不友善 超級不友善 嗯 電子票對海外超不友善 就要認證什麼 又要認證電話號碼 又要輸入地址 又要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電子票就算了 他有的還要寄實體票給你 就想說 我可以 自己去便利商店領就好 但有些他是那種 特別的 他就不是那種 說你去便利商店印出來的那種票 他就是那種 有幫你做的那種很精緻的票券 然後他要這樣寄給你 就覺得說不要多吃一起 不要多吃一起 我拿不到 拿不到沒關係 拿不到沒關係 但可以讓我入場嗎 就我拿不到那個什麼特點 沒關係 就讓我入場好不好 有些他都會有 像歌店的話 好像他們就有這種 你抽票 你抽中票的話 他會把那個東西的一些 額外的這個特點 寄到你那個地址 他就覺得好麻煩 所以我不想要處理這個部分 不想要處理這個部分 不過可以不要這個東西 就是 我自己要票就好 我上次是電子票 上次是電子票 但我上次也搞 超久的 那個 那個 E Plus 搞超久 搶票的限檔 但因為是用搶的 但因為我們這個 基本上是用抽的 基本上 就是你想抽還抽不了 的那種心情 就是 我都不確定我到底抽不抽得到 我連抽都辦不到 我連抽都辦不到 的時候真的是 這樣子 就是 也不是說抽到了 才有這些問題 是 你連抽都抽不到 抽都沒辦法 這樣 已經成為電子 對台灣那麼不友善 超級不友善的 太不友善 再比運氣前先輸掉 對 再比運氣前 再比運氣前 就因為這個國旗 先輸掉 哈哈 太難了 太難了 意思齁 對啊 不是換什麼 官方有一個 網 網 網址 網頁 三連接已經倒了 那個簽名會部也是在那個地方 賣的 官方的比較順 官方的比較順 然後這個12月1號 什麼時候到 下禮拜 下禮拜 這禮拜日 這禮拜日 這禮拜日聖誕梯就要出來 好沒有實感 哈哈 現在是綠姐的 哦 希望大家都會買我的聖誕梯 哈哈 希望大家 能接受那個聖誕梯 已經設計 瓶頸 這是什麼 第幾年了 我都不知道第幾件 已經進入那個設計瓶頸 好像 好像再也設計不出個什麼 滿意的這樣 平常穿不出去的 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穿不穿的出去的這個定義在哪裡啊 我個人 對我自己而言的話 我肯定是真的都 太好 穿不太出去 我啦 對我來說 我本人自己穿的話 年初再設計 沒有年初再設計 應該 年中 差不多 大概三四月 這個春天的時候 開始設計 然後 這個版應該是什麼時候 設計 就算是一年來 會有很多的 這個靈感的時候 每次的這個時機 不太一樣 好吧我現在看不到這個 記錄 要第六件 都穿得出去 問題是什麼 不下去 但還是可以那個 留個紀念 留個紀念 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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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了起什麼設計 讓我這麼交流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怎麼樣 但固點是這個 跟這個選起來的 我選了這個啊 就是 對我自己而言 比較能穿出去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 比較能穿出去 但是要說的話 好像也 沒有到這麼的 低調 它不低調 它其實 不低調 大家 猜看看 大家猜猜 這個 三大T 你 可能是女生適合穿 男生就會覺得有點猶豫 你要說的話 那可能今年的是 比較 偏向這個 女生穿的話 比較 那個男生穿可能會有點猶豫 這樣子 但明年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啦 就是說 可能有人覺得這個可以穿 有人覺得不能 這個不能穿 有人覺得這個可以穿 不會有那個 男女性的這個差異 感覺 好像不太有 因為今年了就是比較 可愛嘛 所以 確實感覺女生會比較 接受度 比較高 那明年了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要直接印照片都還行 不會 我如果直接印照片 大家就會說我這個 設計偷懶 大家會檢舉我設計偷懶 直接放照片 反正元素基本上都還在 在在在 啊 我真的不知道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喜歡就好 好久 好久 好久沒有賣聖誕提 有點沒有那個 實感 會嬌嬌啊 沒有嬌嬌啊 就是我自己 有這個 疑慮 嗯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 設計應該是可以再更好的 但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所以它最後是長這個樣子 但你要說它不好 我也沒有覺得它不好 這只是說 沒有那種 就是這個了的這個 感覺 今年就是這個了的這個感覺 好像沒有 但是我是覺得那個圖是 可愛的 但我有 我有那種 所謂的設計完後 看看又覺得 是不是 還好的這個 過程 我現在在那個過程 沒有 畢竟因為這個 不是 放很久的設計 因為像那個 藍色的那一斤 就是放很久的設計 就是我設計很久 然後我沒有畫完 然後我放了一陣子 然後過了很久一陣子 我回去看 我覺得這個設計蠻好的 就是那個當下 我會覺得 嗯 這樣之後 過了一陣子 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可以了這樣 的那個心情 但現在是 大概是這個 前期 這部分 就我還沒有那個 足夠的時間 去 判斷說這個 我過了一段時間 到底覺得它好不好看 我現在還卡在一個 中間 就是說 就是這個搞 媽的這個 過程 哈哈哈哈 因為以往的話 好像都 比較 中間都會有一個 那個過渡 設計很多款 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刻 去 回顧這個 最順眼的那一個 因為今年沒有 今年就只設計了兩個 但是那個 那個 版 那個版沒有 到很多款式 然後我把 款 其實很早就 把那個款 選項已經 看完了 然後就剩這個款 這樣子 然後就定了 這個款 可能就是因為 太早決定了 所以現在一直有種 真的這個就好嗎 的這種感覺 太早決定 不是一件好事 哈哈哈哈 不要到最後是初版 就不會太能夠 不會不會 是最後的那個版本 是最後那個版本 只是因為我太早 太早交稿 所以到現在就會一直有種 就是這樣子 哈哈 所以就是 罵 反正就是那個稿 就是那個稿 就是那個稿 太早下決定 反正會不問題 對 對 因為我以前每年 基本上都會有一些 就是 這個 根據大家的這個 意願調查 去變動一些地方 比如說 有一些顏色 或是有一些 細節 會去變動 但因為今年沒有 做這個 部分 今年的就是 很輕微的那種 這個跟這個哪個 這個比較好 好就這樣 就是我 沒有那種 多數據 沒有多數據 就真的是 少數 就直接 直接定 只知道是黑色的 對黑色的 但是覺得出了聖誕梯都好看 真的嗎 我就是開始 有種 聖誕梯瓶頸 你看 就是說 怎麼好像每年 聖誕梯都是 就是長差不多 那個樣子 好像怎麼畫都會長 那個樣子耶 這樣的心情 怎麼樣它就是 這種感覺 黑色不能長 但不然說穿出去 真的很好看 黑色不常穿 主要還是因為我們 就 比較 黑色比較少穿 但就是這樣子吧 就是先知 要唸牌米 各位 今天準時 今天很準時 第七名有123個人 所以這是第八名 第八名是三名 謝謝三名 謝謝 第七名有這個嘉宏繼承 跟David K 謝謝 謝謝 第六名是榮哥 謝謝榮哥 第五名今天生日水土雲 生日快樂 11月26號 生日快樂 第四名是吉米粥 謝謝吉米粥 第三名是小林 謝謝小林 第二名是小偉 第一名是十一 謝謝十一 感謝大家 會冷嗎 今天會冷嗎 這個禮拜 是不是蠻涼的 這禮拜會到十度耶 最低會到十度 十度是什麼溫度 冷喔 真的 穿短裙會冷嗎 先問珍珍為什麼問珍珍 旅程沒有冬天 她穿短裙 好的就這樣了 跟大家say goodbye 平白要每天 拜拜 直播可能下次是這個28或29 先排再29 先排再29 再跟各位說 拜拜 辛苦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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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